当宅宅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宅宅下班中 昂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宅宅下班中 我是大酸梅 我是布姑 我是来插蛙的啪啪熊 又来插蛙给我出去 其实我今天也是来插蛙的 那你也给我出去 因为我们是硬 把那个酸梅邀来的 对不对啪啪熊 我们是特别来宾 所以酸梅 我们啪啪熊跟布姑 今天没有看漫画 除了这两只以外 大家看漫画了吗 没有 给我出去 神奇 好 那我们今天是这一个月 也就是七月的第一集 那我们这一个月的主题 就是短篇集月 呆呆 哎呦 这个计划其实也很久了呢 真的 大家其实有所不知 我们基本上每一个月主题 已经拉到了今年的年底 才年中我们就拉到了年底 不是到明年了吗 对我们有很多东西 已经快要放到明年了 但是好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个月刚好挑了一个 算是让我们一直持续 认真的主题下之后的一个 算有点微微小放松 然后可以谈一点 除了故事以外的其他东西的一个主题月 所以我们挑了短篇集 因为短篇集的形式有很多种 啊我们刚好第一周就只有礼拜五的这一集节目 于是我就挑了就是一本 然后又一样就是由台湾人的创作的漫画合集 也就是我们的这一部叫做夜长梦多 它是一个共同的主题下 然后五篇的漫画的作者都不一样的短篇集 那中间还有一些摄影跟诗集的选曲 所以我觉得算是跟市场主流的漫画会非常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是可以介绍给大家一个很不错的 很不错的一部作品 不然的话其实 我看啪啪熊跟不孤挑的这个月的作品 都比较还是比较偏我们日系漫画的类型 毕竟那个海比较广阔嘛 雨池比较大 捞雨比较简单 真的 这是真的 而且因为我们又要维持说 我们一个月都要挑一部台湾人创作的作品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有点辛苦 因为毕竟台湾 台湾的作品还是比日本的作品少 真的非常非常之多 甚至在想这个月要不要就不挑台湾人的作品了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连载 真的是你可以 我觉得更少 这也是 因为不是一个可以让连载好好连载的环境 对 大家知道台湾的漫画产业没有那么的兴盛 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着 每一个月一部台湾漫画作品的这样子的额度的话 那我今天就挑了 曼公文化出版社推荐的这一部夜长梦多 但是顺道一提 就因为我们 大家都知道的是 如果在我们的IG啊 Polong啊 一些就是社群平台上面 我们都会放上作品的封面 那我们的封面基本上也都是阿芷找的 所以阿芷在找到这一部的封面的时候 他虽然没有看过这部作品 但是他说了一句 他说 这真是充满了酸梅味的一个封面 我觉得酸梅味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贴合的词 而且还有双关 我真的觉得创造这个词的人 对 就是本人在下 真的是创造了名言 不要脸 原来是要称赞自己 你知道双关词我最喜欢的 好啦 不顾总是会想出一些奇怪的文字的使用 用酸梅味这个名词来形容我 真的是太小看我了 但是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本的封面 其实如果大家如果去看的话 就会看出来 这是一整本的金装本 那是红色的底 中间有一个黑白的大图 那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大眼睛 就像是盯着你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作品的光是封面 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 这部作品它想带给你的这种感受 因为就像是在监视一样 那就会扣合到这部作品的主题 没有 你讲到这个封面的样子 其实我会想到那个不安的种子 啊 对 它的封面也是那种红红的 然后又眼睛在看着你的 好像随时在监视 它也不是直接就给你恐怖的恶心的画面 可是就是随时都不安 随时都好像随时会见鬼那种感觉 嗯 对 其实是有一点那一种 带有那一种风格的 对 所以就 我觉得就可以看出来 再加上这一部的作品 不安的种子 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在讲什么 那夜长梦多这个名字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是在讲 它讲的就很像是那种梦境与现实交错 然后带给你的那种感受 那夜长梦多其实是 曼公文化出版社这个出版社 跟一个叫做黑眼睛文化 他们的这个算是团队吧 因为这个黑眼睛文化 曾经在2018年的年底的时候 他们在白色恐怖的景美纪念园区 这里面去办了一个沉浸式的剧场 就叫做夜长梦多 意境重返之求生计划 那它其实的主题 其实就是让 让算是去参与的观众 然后去体会所谓的白色恐怖 或是戒严时期底下的那一种威权 还有言论控制的那一种气氛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沉浸式剧场 所以那虽然说 这一个作品的确是一个剧场 去改编的作品 可是它并没有去把它里面的 所有的剧场内容 把它改编成这部漫画的内容 它是由五个漫画家 他们藉由这样子的主题 其中只有一位漫画家 有去过这个沉浸式剧场 其他的漫画家没有去过 可是他们把白色恐怖跟言论控制 这类型的主题 去画出了五篇不同的短篇漫画 那我觉得它在这些无论是画面上 还是这个话题上面的呈现 我觉得都非常特别 因为在日本的漫画中 其实剧情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这个短篇就有一点不太一样的 是它的重点是告诉你这个主题下 它的感受 它甚至可能只是一个片段 它也许是一个段剧情 可是它这个剧情有时候可能 你也不太知道这个剧情到底 为什么会这样发展 它甚至还有里面的短篇 是完全没有文字的 但是它就是用画面的张力 告诉你说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多可怕 就这样子 它没有什么情节可言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一种 夜长梦多 对就是夜长梦多 哇塞不顾 不愧是 扣合主题耶 没错 我们的那个一针见血的 我觉得夜长梦多 光是这个名称 它如果作为一本书的标题 我就会讲说 首先这应该跟鬼故事 脱不了关系 然后第二个就是 这种鬼故事呢 一定取决于现实 就是你夜长梦多 梦我们都是 那个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嘛 一定是因为你白天 想着什么东西 你晚上才容易梦到相似的东西 那这件事情 你夜长梦多 你半夜醒来 你会觉得 梦跟现实中间的交错 会让你有种模糊的感觉 对 我就会觉得 这部作品应该主要 会让人有这种 朦胧感吧 天哪 布姑 你光是只听标题 然后跟我形容的封面 你就可以抓这个 竹子抓了这么的精辟 真的 我猜对了 对 不愧是我们家布姑 因为 它这一部作品的五篇 基本上就是以 什么监控啊 审讯 酷刑 粉碎 刑刑的 这几个子题 然后去画出的 几个短篇 那每一个短篇 它不见得是 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可是它就是要告诉你说 在这样子的环境跟气氛下 你会有怎么样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它这部作品 在阅读的时候 除了是以 除了是看说 它的这个剧情 在怎么样展现以外 那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可以看到漫画的 另外一种形式 因为我们大部分在看 所谓的日系漫画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说 它是一种娱乐产业是因为 我们在从中寻求的 比较像是一种快乐跟解放 可是这部作品没有 它从头到尾 就是要给你那种紧张到 你说不出话的那一种恐惧 所以我觉得非常棒 我觉得应该说 我觉得因为日本的漫画产业啊 就是它已经变成一个 比较大的产业 而且它有固定的产业链 所以它里面的作品 其实是多元的 当然符合市场取向的 会压倒性的多 可是它在一些小角落呢 也是有非常多 就是走自我流的作品 可能小众但好看 或者是像你讲的这种 注重氛围 没有前因后果 但是你看了 就会不寒而栗的作品 其实都有 只是我觉得台湾 因为这方面的市场 还比较小 而且我们现在 比较推崇的 就是从基础开始 就是描述自己的故事开始 是 因为有时候 我必须承认 就是你无中生有 然后讲一个奇幻故事的时候 会受到你读的 作品的影响 那可能身在台湾 如果你看多的日系作品 那我们要创造出来的那种 可能你知道奇幻世界 就会深受影响 没有自己的 就会被评论说 虽然是个不错的故事 但是没有台湾自己的味道 会容易 引发这样子的评论 所以基本上 现在的漫画家 台湾的作者 也都是倾向 由自己出发 讲台湾的故事 台湾的历史 这样子出发 这样的作品会比较多 而且我觉得 现阶段台湾的确是需要 这样更多的作品 总是先要了解自己 就好像日本漫画最多的 也是讲日本的历史啊 也是 真的 因为我们上个月才刚好是 不孤的主场月 也就是历史月 对啊 三分之一都是日本的作品了 是是是 对啊 只是日本其实好像也蛮 喜欢中国的像三国啊 或是战国时代的 的角色 而且他们有时候 甚至不见得是喜欢那种 就是 他们其实有时候 也蛮喜欢白口的 就是成王败寇嘛 有失败的 跟就是成功上位当王的 就充满了戏剧张力啊 就算失败也贵得很漂亮的 对真的 就是那个传奇性啊 就是历史上的传奇 像旅步啊 悲剧英雄啊 像鱼啊 对对对对 这种故事 你会感受到一种 英雄式的传说的那种 故事给你的震撼跟张力 你会 就是这就是我说的 就不一定会快乐 可是你会感觉到一种解放 你会感觉自己投入到 这个角色中 然后感受那种传说的人生 但是 就是夜长梦多 就 我得老实说 他完全没有这种氛围 他就是让你感受到 你是多么的渺小 你是多么 你在这一些 甚至比不上畜生的待遇中 你是多么多么的 多么多么的 微不足道 躺臂挡居的那种感觉 他中间有一篇 叫做重新做人 他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言语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自我是如何在怎么样的逼迫之下 不断不断的减少 那那个画面就很像是版画的那种画面 你会看到这一个人是怎么样的 就是被削减成 那个精神衰弱 和那个削减成最后变得多么的渺小 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 你完全可以非常深刻的感受得到 那还有包括到他里面第一篇 他讲的是共享梦境 因为他里面好像有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科技 就是梦境像是我们的网路 然后你睡着的时候 你就可以潜入那个梦境 然后跟别人讲话 但是这就是一个他们那边很普遍的一个科技 可是本来在梦境中 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梦境中 我们要做什么 可是现在那个政 他里面的那个政府 是已经连梦境中 他都会去控管你梦境中想的东西 所以故事就是借由这样子去进展的 那里面就有提到说 主角他找到了一个 他一直很想找的一张唱片 所以他把它输入到自己的梦中 然后想要在梦中听 可是都被当成是违禁品 这样子的剧情 就是影射说想什么都不能 都不能自由地想了这样子 对对对 你连梦境中 你的梦都不属于你了 都不是你自己的梦了 就是你的梦境的潜意识 都会被别人给潜入 然后你也会因为你梦的潜意识 所想的东西 所听的东西 所接受到的东西 你都可能会因此被判刑 那我觉得刚好第一篇 我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 就是感 也不是让感同身受 就是让我非常有感触的是 因为他里面刚好听的那张唱片 就是蔡琴的一首歌 叫做《塔里的女人》 因为我真的是听蔡琴长大的 所以对我来说 这篇故事给我最大的震撼是 他有一天 那个世界是 你不可以听蔡琴的歌 然后你连在梦中听的时候 你都要被判决的时候 那中间他就会穿插着 就是《塔里的女人》的 里面的歌词 就觉得真的是充满了 那一种很哀气的感受 我就觉得 有一天我连蔡琴都不能听的时候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呢 我觉得台湾漫画 这样子真的很不错 就是把我们熟悉的东西 用进去 我们的作品里面 他就换一个媒介 然后大家就可以不同的感受 可是他同样都可以感受到 哇 这是台湾的作品 那中间他也有就是选诗 就是不同人的诗跟摄影作品 到这一整本的作品当中 那曼工出版社 他们基本上是以即时漫画为主 可是这部漫画并不是 最单纯的即时漫画 它反而是有点像是 虚实交错的方式 去呈现这五篇故事 但是我觉得都是一个 大家在看所谓的漫画 为娱乐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跟另外一个观点 去看待漫画这样的载体 跟我会说它是一种文学呈现 所以我觉得会非常的特别 因此就是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那我知道这一本也不便宜 基本上曼工的作品都不便宜 他们出书也很慢 但是我觉得只要是 他们出版的作品 我都非常推 我基本上甚至是 没有看怎么看介绍 或不怎么看心得 我都直接买的那种程度 这样所以就算是推荐给大家吧 嗯 这样子 所以好 那就大家 就我们今天的推荐到这里 告一段落 我们要稍微讲一下 我们短篇几月的时候 我们还有怎么样的作品 好啊 好啊 那首先下个礼拜 嗯 下个礼拜刚好就是 我们会讲两部作品 那两部作品的名字 都直接以漫画家 本人的名字为 短篇集的名字 大家可以来猜猜看 我们会讲谁的作品 都是我们非常喜爱 光是看到这个作者的名字 就会毫不犹豫地 把书给扫下架 那种程度哦 嗯 没错没错 他们的短篇集 虽然里面的故事 都不见得是同一个主题 可是都非常的有 这个漫画家的味道 是的 是的 短篇集 因为就是这个特别啊 开心 那相反的 我们在下一个礼拜 第二周 就会为大家带来 就是同一个主题下 的短篇故事 就是一个作者 针对这个主题 所创造出来的 各种短篇 第四周的话 我们也一样会有 两部作品 那基本上是 一样就是同一个作者底下 但是会有 各式各样的短篇 他们的主题性 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会有 各式各样的短篇 所以然后你可以看出 一样就同一个作者底下 他的各种故事下面 的一种呈现 我觉得很不错 我觉得好像有点 怎么讲呢 实验性的感觉嘛 就是 他讲故事 可能有自己固定的格式 但是他在这个短篇中 他做出了新的尝试 可能换个角度说话 或者是换个试点说话 或者是你知道 倒序什么的 就是他采用了 各种方式去试验 我觉得这种短篇 都有这种性质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最后一周 就是我们的第五周 我们会讲两部作品 那他们这两个的 短篇集的重点 不见得是这个 作者本人的特色 但是就是有点像是 稀奇古怪的点子 都在短篇里面呈现 这样子也很不错呢 总之就是短 但是你可以收取到 非常多的乐趣 这种作品 而且是一种 你基本上要用漫画 才能呈现的一种乐趣 就我们选择的是 这样子的作品 所以大家如果到时候 听到就会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去看过就知道 因为而且他们都不常 在网路上 几乎都有电子版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去买 反正我们到了 到了到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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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好了 那啪啪熊 你今天 我知道你都尽量保留给我说 因为今天是充满酸美味的作品 那你有对短篇几月 有什么想说的吗 应该就是 请大家多多期待 我们介绍的作者们 不是短篇 是作者们 因为短篇几月 的确就是一个 可以很容易看出 作者特色的一个 的一个月份 我觉得 那算命 你要不要讲一下 就是夜长梦多 里面这五个作者 分别有谁 虽然说我们知道 可能都逼命 那我讲一下 就是按照顺序 第一篇到第五篇 第一篇的作者 叫做日安焦虑 第二个叫做 曾耀庆 那第三个叫做 我不知道这个叫 要念Rray 还是Aray 就是A 然后后面是一个ray 这样子 那第四个叫做 Kroter 那第五个叫做 陈彻 那他们在网路上 基本上也都有一些 他们的 粉丝专月 或者是一些 他们自己的作品集 之类的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他们虽然 大部分都是什么 插画家 或者是漫画家 但是我觉得 他们的作品 都几乎是跟 市场上的漫画作品 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我会非常推荐 大家去看看 另外一种形式的漫画 就不是我们所习惯的 市场上流行的日系漫画 是的 这也是我们短片 短片集月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会透过短片 去了解作者 然后你就可以去 按照作者 去挖掘粮食咯 这是我们短片的 第二个特色 没错 没错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大家记得再追踪我们 这个月的 短片集月的 其他作品哦 好的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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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